基隆与外招在昨天才发生吊客集体落海的意外 造成了一人死亡 没有想到今天在基隆外木山海岸 还是可以看到有些吊客不顾危险照样垂钓 而除了基隆外海受到了东北季风 还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台东沿海地区出现了照大风浪 为了安全上的考量 南与绿岛传家也宣布 将在明后这两天停航客轮 浪一拍打几乎比人还要高 奇怪 一个 两个 换个镜头 这里还有一个 一共三个人连救生衣都没有穿的钓客 好像在跟大海玩躲猫猫 大浪瞬间就起 钓鱼的民众才纷纷往后跑 但明明前一天基隆与才发生钓客 集体落海的事件 甚至还有一个人因此死亡 就怕一个不小心类似事件再发生 风浪那么大 去钓鱼 人家钓到海里面怎么办 危险 连个救生衣都不愿意穿 真的是把生命看得当儿戏 受到东北季风 以及万宜台风外围环流接近的影响 除了基隆外木山的浪越来越大 台东沿海的地区也出现较大的风浪 渔民们纷纷抓紧时间 趁着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出海作业 昨天就中午十二点解禁了 那我们就出港了 就是今天一天而已 只有一天可以做 又要休息好几天了 另外气象署也市井 蓝宇 绿岛 将有九到十级的强正风 因此船公司决定 18 19号两天 往返台东绿岛的客轮都要停航 没办法开 因为后船跟客船都没办法开 安全 安全问题 都要提前出岛或者提前回家 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民众 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提前做好准备 记得综合报道